火灾的发生是现实生活中常见 突出危害大的一种灾难 它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命安全 财产安全 消防员作为特殊的高危职业 肩负着重要的使命 当火灾发生时 所有人都朝远处安全的地方逃离 只有他们义无反顾地冲入火场当中 为了减少人员的损伤 降低安全的隐患 消防机械化被提上了日程 展示科技新创意 新产品 新发明 大家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款机器人不仅是一个目光锐利的侦察兵 更是一个身手了得的远程狙击手 它搭载的消防水炮能够在85米之外精准制导 瞬间把火苗扑灭一击致敌 该机器采用的80升消防水炮 可以应对绝大部分火情 连接上消防车的水袋之后 消防机器人就像一个移动喷头 能够在很多消防员到不了的地方 进行远程灭火操作 那它是如何实现无人作业的呢 秘密来自于它采用的手持遥控 中端无线操控的工作模式 机器人本体摄像头及热像仪 对火场及周边环境拍照 通过视觉检测算法 确定火源在现场的位置 通过控制系统 调准水炮角度 喷水灭火 看到没有 连这么远的火都能直接扑灭 很多狭小人无法触及的地方 靠我们的消防机器人 都能够直接地将火源扑灭 既节省了时间 又减少了人员的安全隐患 如果把这个防暴机器人 比作是一位运筹帷幄的军师 那这位可就是冲锋陷阵的大将了 那他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高温是对火场救援的最大考验 火场超过百度 甚至千度的高温 让消防员无法接近火源 甚至大部分的金属都会被融化 传统的消防机器人产品 只能在常温下工作 在火场外围进行远程灭火 或托运水袋等辅助工作 根本无法接近火场 我们常见的这个温度达到1000度的时候 这个极限的一个温度环境 对机器的伤害主要提前的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它的机器结构 常见的金属在1000度的时候 一般都会发生物理气变 第二个就是说它内部的电路系统 机器内部的电路系统 常见的半导体一般来说 工作到140度的时候 已经到半导体的极限了 因此在1000摄氏度的时候 如果用普通的方式去处理这些 电路的问题 会导致这个电路无法工作 甚至造成电路的损坏 这款耐高温机器人 可以在火中经受长时间的考验 在驶入火场之后 它还是能够进行多角度的运动 甚至能在周围高温的情况下 利用水枪浇灭远距离的火源 实现火中灭火 别看它的外表平平无奇 但是与传统的消防机器人 用水膜覆盖降温的方式不同 这款耐高温机器人 在不需要外部辅助降温的情况下 能够在1000度的高温环境中 连续工作30分钟以上 那它到底是如何在如此高的温度中 还能来去自如的呢 消防机器人要想在高温火场中正常工作 一方面要保护住内部系统不受高温的威胁 另一方面要让直接暴露在外部的零部件 能够承受住高温的破坏 单层的外壳保护 再好的材料面对1000度高温 也很难撑得住 材料达不到要求怎么办呢 专家经过长时间的讨论 决定从结构上下功夫 在外部和内部制作出多个隔离层 层层削弱热量的传递 我们来做个实验 将耐高温消防机器人 整体放进1000度的高温熔炉 断烧10分钟 取出后可以看到 整台机器外壳的颜色 都变成了灰白色 但是并没有发生破损 用温度检测仪检测可以看到 外部的温度大于150摄氏度 而内部则一直保持在85度上下 多层分隔热瓦结构 很好地阻止了外部热量的进入 我们可以看到 这台机器在火中燃烧了那么久 它还是可以进行移动 甚至是在火中灭火 由此可见 它的内部机械温度 并不会随着外部环境的温度的升高 而发生太大的改变 老师我想问一下 其实这些零件都是隐藏在机器内部的 是有外壳包裹的 那些直接暴露在外部高温环境中的 比如说像壳 履带 天线等等 它们是如何减少高温对它们的影响 首先是我们对现在这种耐高温技术的材料 进行的一个研判 通过372种材料中进行的一个筛选 经过反复的实验最终选定了几款在耐高温环境下可以持续工作的这种产品和这种材料 通过钛合金的技术来完成 耐高温消防机器人及现代自动化 智能化技术为一体 代替了传统火灾救援的工作者 它的出现是科技发展的一项突破 为消防人员的安全提供了保证 耐高温消防机器人的应用和推广 将大幅度提升消防部队的救援能力 有助于消防部队开发出多种新式的战术和战法 丰富作战手段 全面支持和应对各种种类的消防救援任务 开创消防救援作战的新局面 消防机器人是现代科技发展的产物 发展消防机器人是实现新时代消防救援队伍 现代化 职业化和专业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国家应急管理的总体能力与水平 从而更好地实现与国际接轨